郎忠啊 你平日总是夸口 你能够起死回生啊 那么救人比抓人要高出三个境界呢 那怎么抓个凶手比救人还难呢 皇上他 接就接 皇上说得对 把案子接下来又能怎么样嘛 我 大梅 这可是你说的 您能代表弘历吗 他的家 我来当 皇上 看来弘历已经正式接旨了 等等 既然是何大人都打退堂鼓的案子 这个贼人想必一定很难抓 至少比何大人要狡猾那么一秒了 那我们弘历要是接了这个案子 你何大人总得有点表示吧 什么 好 好 那你说吧 金子金子一品高销 唐叔 皇上 小民还有两句话说 这京城之中官盖林立 若让小民来破案 只怕是人轻言微 没人瞧得起我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嘛 那谁把我当根葱啊 我想啊 那 朕就封你为查案钦差 你见官大三级 你就便衣行事吧 谢皇上 皇上 那小民还有一个要求 能否在您身边 选一个得力的助手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邦嘛 那满朝文武你随便挑 谢皇上 啊 啊 啊 皇上 那小民就挑 他 好吧 朕就让他随你一块去 但是给你一个月的期限 如果一个月你还抓不到凶手 就别怪朕反目无情啊 我说 你怎么光笑不说话啊 这凡事啊 总得有个规矩吧 规矩 我都忘了 是见官大三级 好好好 洪大爵爷 下官给您请安啦 免了免了免了 起来吧 何大人 怎么样 现在有了皇上这句话 我就是不穿龙袍 也不大紧了吧 不大紧不大紧 下官甘拜下风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何重堂 我听说 官场中 是吧 下属见了上司 逢个年过个节什么的 都有这么点意思 有这规矩吗 这 这个 要是没有就算了啊 没有就算了 本官呢 也想下属是个个清白连结 要是真的有这个规矩呢 我就想破破这个规矩 我想跟何大人一起 连名写一个帖子 告诉所有的下属 今后凡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给上司送礼者 比照行贿罪 最佳三等处置 您看如何 好 他这个 您说的这个规矩嘛 过去似乎是有的 不过 您洪大爵也新官上任 如果想放把火把它烧掉 下官也阻拦不住您 不过嘛 不过这人就让我得罪光咯 差不多 好 多谢何大人提醒 多谢 那就 入乡随俗 从现在做起 从何大人您做起 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不过凡事总得有个由头吧 不知今日算个什么节日啊 今天啊 那个今天他是 我救老爷六十整寿啊 这算不算节日啊 既然是咱救老爷的六十整寿 当然算是节日了 何某必有一份心意 我只是不知道 我给洪大爵也多少 您才能满意呢 看您说的呀 千里送额毛 厉轻情一众嘛 是吧 不过呢 咱们两个尽在咫尺 我说这话也不大合适 本官我也是新官上任 没什么经验 但有一条我知道 是当官的 那就不打送礼的 礼多人不怪 是吗 何大人 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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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太对了 既然咱们都不是外人 那自然就不用客气了 干脆您说个数 不 何某保证不还价 正好是五百两银子 请洪大爵也笑哪 难道五百两银子 洪大爵也还不满意 何大人 五百两银子不假 可它不是金子呀 您想想 我要是收了您这五百两银子 那我是瞧不起您吗 再说了 您就拿五百两银子给我送礼 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呢吗 不是 我那意思 我见官大三级 您看您这银子送的 我们双方都很不爽哦 我说怎么送的时候浑身别扭 不爽 必须很不爽啊 正好这三张银子加起来 是五百两银子绰绰有余 光洪大爵也笑哪 何大人哪 您可真是大手柄 不不不不 大胸鬼 您是哪里的 您看别人要是不知道的话 以为您这袍子一撩 他就是户部的金库的 可不得怎么说 不得怎么说呀 皇上等着您呢 我走了啊 您走好 您走好啊 什么东西